你一个人也干不了这么大的事 如今你两位义兄在东西营 花锦绣在侯爷的身边 定是你们兄妹勾结营司 赌开我腹中孩儿为东西营争取利益 今日我便让你们两位先赴黄泉 带侯爷回来之后再处置另外几个 你笑什么 我笑 可惜侯爷大业未成 家中小人竞相践踏 陷害忠良放肆 侯爷 远武和淮安指认花木槿下毒 毒害林夫人 继扶 让他们两人来找我 侯爷 人死犯 优优优独播剧场 三娘 你们姐妹俩好好聊聊吧 来 把药给喂了 谢谢 姐 我先走了 姐 他们凭什么把你打成这样 姐秀 变成知性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 让姐姐看看 姐 你别乱动 姐姐 你别乱动 放心吧 我还立功了呢 侯爷赏资了很多银子 这些银子你全都拿去 买些好吃的给自己补补身子 师父心意已决 齐发不再勉强 多谢师父多年教诲 徒儿走后 师父多保重 徒儿啊 如今天下震荡 五子各有欺负 你下山的时机到了 不是为师狠心要撵你走 是这天下要你如此 师父 徒儿定会成就一番大业 早日结束这乱世 好 好了没有 就是 马上马上 好了 齐发 这送给你 哇 谢谢 不是 为什么送他不送我呀 木槿锦绣你们看 我放在这儿好不好看 嗯 好看 木槿 锦绣 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木槿见过三公子 之前三番五次相邀 木姑娘就是不来 却不曾想 木姑娘最终 还是来了西风院 我想 木姑娘和我们家三公子 是有缘哪 木槿谢谢海先生 和三公子的救命之恩 木槿有生之年 必定回报 父后已经同意你留在西风院 并且 将你的七叔爷已经转入西风院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西风院的人 如果以后再替人出头 就报西风院的名字 西风院自然会护着你 倘若在别的院落 还要干那些彩花偷舌的够堂 记住 千万不要说你是西风院的丫鬟 是 你 你给我玩玩呗 危险东西 小孩子别碰 你给我玩 就玩玩嘛 你玩玩 你给我玩玩 你给我玩玩 三爷 三爷 你没事吧 三爷 您大人有大量 就原谅这个花木鸡吧 我们都知道 它脑子不好使 眼神也不好使 公子 您要罚就罚我吧 您要怎么罚我都可以 奴婢就玩玩 哪儿来的 我 这个花木鸡 它没事就在咱们院子里 找一些破东西来改造 啊 这个公鸡 本来就破破烂烂的了 我本来 就想把它当柴火烧了的 没想到 它居然改造好了 所以 才差点 伤到了三爷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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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